竹斗难挖影响竹子种植 很难挖吗 很难挖的 这样子 砸下去了 芦苇难收造成经济损失 我现在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的话你说 有人制作了机器来帮忙 却遭到制补 停停停 停停停 这都是拽走了 然后我们收在那里 再怎么收 那么机器能否顺利解决 收获的难题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收获双霞 竹斗是这竹子被砍伐之后 所留下的伐妆部分 俗称竹铺头 两位师傅 您那是挖这个竹铺头呢 是吗 是啊 毛竹肯定的 就是跟毛竹铺 这个铺头把它挖出来 平时要处理就是都这么挖吗 都这么挖的 把根挖掉呀 很难挖吗 很难挖的 竹斗质地十分坚硬 而且内部结构复杂 被一层层密封性极好的竹隔 分成了许多部分 竹隔越往下 直径越小 竹隔之间的距离也越近 所以 雨水很难进入到竹斗的内部 这样一来 竹斗要完全自然腐烂 往往需要八到十年 而在这段时间里 其他竹子根部的竹边系统 要在地下 不断向四处扩张 寻找到合适的土壤后 再生出损芽 但是 一旦伸展过来的竹边 遇到坚硬的竹斗时 就很难再继续通过 也就无法生长出更多新的竹子了 因此 尽管竹斗很难挖 但每年清理竹斗 都是当地竹农 必须要做的事 这样子呢 这挺费劲的 很费劲的 是不是因为这竹子比较硬啊 是 要把竹斗挖出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仅要把周围的泥土刨开 还要将一些纠缠的根须挖掉 最后才能用锄头 把它的根部砸断 将竹斗挖出来 足足奋战了15分钟 这位竹农 才将竹斗埋在地下的部分 也挖了出来 完整的一个 这是一个完整的 这个是死的 这好挖的 那个新鲜的还不好挖的 这是死的 这个死毛中的 如果不把它挖出来 可能就是十年八年 烂不掉了 烂不掉了 很硬的 很硬的 难怪是挖的时候这么费劲 是 这底下是不是还有呢 这些根 这下有根呢 竹斗地下部分的根须 究竟还能有多少 我们又让另外两名竹农 一起动手 准备再挖一个 带着根的完整竹斗出来 由于这些地下的根须 互相纠缠交错 这一回挖起来 比刚才还要费力 即便是两个人同时忙碌 也花了十分钟 才将整个竹斗刨出来 来了 起来了 起来了 这个就等于是带着根 给它刨出来的 看得很辛苦 你两个人都挖了有十分钟 底下这根这么多呢 它是不是还有 这个底下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土也带出来好多呀 在挖掘竹斗时 由于每次都要将周围的土壤挖开 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而且还经常会损伤地下的竹边 再加上没有合适的机器 竹农们就只能依靠 锄头和铁签等传统工具 每人每天最多也就挖上 几十个竹斗 时间一久 林子里的竹斗就会越积越多 最严重的时候 平均每亩竹林里 有两三百个竹斗 严重影响了竹林的生长 杨健在浙江省胡州市 从事林业方面的工作 在长期和竹农们 打交道的过程中 杨健也切身体会到了 挖竹斗的辛苦 于是他开始琢磨 能不能设计一种 既简单又高效 同时还方便竹农 上山携带地处理竹斗的工具呢 研究了竹林的根系分布后 杨健发现 由于竹子生长的年龄 和砍伐的时间早晚不同 导致竹斗的形状 大小 深浅和坚硬程度 也不一样 既然竹斗的外层坚硬而光滑 不容易打破 不妨从它的内部做文章 杨健设计了一种 类似于手持冲击钻的小机器 将一层层的竹阁打碎 把竹斗掏空 雨水就会很容易渗透进去 再加上微生物的作用 就可以大大缩短竹斗腐烂的时间 在他看来 钻头的设计是机器成败的关键 于是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 对钻头的研究上 经过大量的计算 他终于找到了钻头的直径 追角 刀刃长度 与角度之间的最佳组合方式 为了证明自己的机器绝对没问题 王大哥和编导来到了附近山上的一片竹林 准备对机器进行实地验证 随着机器开始运装 竹斗最上面的一层竹阁 轻而易举就被钻头打破了 碎线 四处飞溅 由于鲜线的竹斗 打起来要相对容易一些 机器操作起来更加省力 机器的钻头部分 很快就深入到了竹斗的底部 被大量竹械掩盖起来 已经看不到了 这一份 餐饮马上来了 就是全部都钻到这个里面去了 它有糖分 这样的微生物也多了 就可以加速它里面的腐烂是吧 多挂着一些针筋 这个就算打完了吗 没有 我再可以打一点 你看看啊 这回我们清楚地看到 即使是已经到了竹斗底部最窄的部分 钻头依然是一路畅通无阻 始终保持着高速运转 哇 这整个就打出来一个碗是吧 一个大碗嘛 这样你就干一天活着不太累了 你看那一天你干不下去的 这个往下打了 好深哦 我看了一下啊 我的针策 到这个位置是28公分 哦 效果还是可以比较明显的 相当不错 而且速度也很快 这次挖竹斗的成功 给了杨健极大的信心 他决定用自己的机器和竹农们比一场 竹农们扛着工具浩浩荡荡 来到了山上的竹林里 比赛即将开始了 现在这片竹林呢 以这个旗子为界线 我们人工队在旗子的这个右侧 机器队三个人在旗子的左侧 哨声一响 大家就开始比赛 比赛的时间限定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我来数一下咱们双方挖了多少个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人工队这边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您这边呢 咱们机器队 准备好了 也好了 随时可以 可以了 好 那我现在计时 开始 随着哨声响起 大家纷纷四散开来 迅速找到了目标竹冬 开始动作起来 杨健一马当先启动机器 对付起了早就已经看好的一个竹冬 钻头飞快旋转 逐渐深入了竹冬的底部 里面的竹隔和厚厚的内壁 很快就被打成了粉末状的碎屑 在他的带领下 机器队的另外两名队员也开足马力 纷纷向眼前的竹兜发起了进攻 一个个竹兜的内部被打碎 只留下了外层的空壳 另一边的人工队也不甘示弱 竹农们凭借着一把子力气和多年来挖竹兜的经验 锄头铁签齐上阵 有的独自作战 有的分工协作 大家都争分夺秒 处理着一个个竹兜 不过和机器队相比 人工队这边看上去 确实是更辛苦一些 相对于人工队的劳累 机器队这边可就轻松多了 杨健和两个助手 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速度 平均一分钟左右 一个竹兜就会被机器处理得干干净净 不过人工队这边的人数优势也不容小觑 随着时间推移 也已经有大量的竹兜被砸碎挖了出来 此时的杨健也隐约感觉到了压力 虽然他对机器的效率信心十足 但还是暗暗加快了速度 这边呢 可是这个挺快的 我这里也不少呀 也不少 你看我这边 我这边一分钟一个 一分钟一个 我这边又好呢 我的效率肯定挺高 银铛油 我们等一下马上要到时间了 然后咱们一口抢银铛数量好吧 好 就在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新的小问题 由于之前对这一袋竹兜的分布情况估计不足 刚刚过了不到15分钟 两边的竹兜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于是我们决定将比赛时间缩短为20分钟 提前结束了这场比拼 好了 时间到了 大家停手吧 您那边机器队也停了 时间到了 这样那个我们统计一下 咱们双方一共挖了多少竹铺头 我们先数一下人工这边好不好 您这边比较明显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 十 由于人工队这边竹农们的速度各不相同 有的快 有的慢 最终经过统计 他们挖出来的竹兜一共是62个 接下来我们又统计了一下机器队的战果 机器打碎的竹兜并不是很明显 我们花了好一会儿 才数清机器处理过的竹兜是65个 您这边现在是以三个竹铺头的这个差距 落后于机器了 落后于机器吗 那肯定是吗 不如吧 你不如没有 你是 通过最后的人机大战 我们可以看到 新型挖竹兜的机器 已经可以帮助竹农们 解决竹兜难清理的问题 不但省时省力 而且可以防止在人工挖竹兜的过程中 造成的水土流失 但是对于数量多 难收割的芦苇而言 是否也能有一台机器来帮助人工呢 芦苇 水生或湿生的核草类植物 不仅能做药用 而且芦苇的造纸和工艺品用途 也被逐渐开发了出来 唯美到了收割季节 动辄上百万亩的芦苇地 就会因为人工的匮乏而荒废大片 而更让人头疼的是 最后掌握技术的这批老工人 也因为年纪原因不想干了 这样下去 一些稀有的芦苇种类 终将大量减少 甚至绝产 于是我们决定 帮工人师傅们想想办法 终于编导经过四处打听 在山东省宇城市 找到了一位正在研究 芦苇收割机的发明人 这个是吗 是 老程 我给你介绍个朋友来 咱们看见芦苇收割机的造怎么样了 你好 这就是您造出来的芦苇机是吗 这台芦苇收割机 其原理接近于普通割草机 独立悬挂于拖拉机一侧的收割装置 由前方的玻璃倒角和底部的割刀组成 其中玻璃装置用来分开芦苇 而来回滑动的割刀 则负责把芦苇从根部剪断 依实现收割芦苇的效果 然而 这个只用单组刀片做成的家伙 似乎和普通割草机没啥区别 他真能收割芦苇吗 程师傅便立马决定 开着收割机到马塔湖的芦苇地里 一展身手 然而眼前的场景 让陈广森傻眼了 事实上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积的芦苇地 更别说这么高这么粗的芦苇杆了 虽说答应了试一下 但老宋提醒程师傅 由于工艺品的制作 对芦苇有极高的要求 不仅要保持根筋完整 不能有丝毫挤压和折损 而且越靠近地面的根筋 价值越高 因而 就算人工收割 也不见得根根都能达标 总之 芦苇收割十分讲究 可不像平常收麦子那么简单 老宋的这番话 再加上大伙质疑的眼神 让程师傅的心里也开始打鼓 毕竟第一次应对这么高的芦苇 自己的机器真的能行吗 在众人的帮助下 机器终于下地了 然而机器还没怎么工作 就听到周围一议论声四起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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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割走了 然后我们收的 再怎么收 哦 这不行这样 绝对不行 收割了 你可是一个方面 熟还是一个方面 对对对 主要是非得是熟 你现在熟这个 你没有做到 对 现在有熟 所以现在 太麻烦了 对 咱们那个机器 应该是不成 谁能想到 还没开始测试 就失败了 看着满地狼藉的芦苇 和大伙儿停不下来的质疑声 程师傅的心里 自然也很不好受 老宋只好让大伙儿 把这满地的芦苇 重新捆扎一遍 见此情景 程广森只好把机器 拉回了宇城 回到家后 他回想到工人们 每次割断炉尾前 都会有个缆扶的动作 他灵机一动 在机器上设计一个缆扶装置 不就可以了吗 解决问题的办法 虽然想到了 但是加工起来 却没那么容易 程师傅琢磨了好久 但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因此他决定去找当地机械方面的高手来帮忙 赵师傅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 干起活来 点子也多 想要定制什么部件 似乎在他这里统统都能搞定 果然 在赵师傅的帮助下 改建后的机器 很快就做出来了 新机器的两侧 各有一个放大版的波轮 负责将高矮不一的芦苇 依次环抱到割刀位置 以方便底部相挫运动的割刀 将其顺利剪断 两侧的加持装置 则会将割断的芦苇 输送到机器后方 而此时 后方的横杆 便会将芦苇扶住 使芦苇能保持直立 避免损坏 而横杆 会按设计好的时间 把割好的芦苇 集中放置到地面 方便人工最后收集 此外 设计在前方两侧的 防导服装置 则解决了 导服炉尾 收割难的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 编导和程师傅 反复检查了好多遍 机器的运作情况 避免再出什么差错 我看明白了 输送过来以后 直接往来堆一堆 一堆一堆的 然后这车一堵 它就掉下来了 然后在那儿就燃 最后人工再收起来 算我还行 一根一根的 还是完整的 跟主炉尾一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咱们去试一下 马踏湖的 芦苇地 大伙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究竟这一回 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到了现场 我们看到 工人师傅们 依然在抓紧时间 抢收种 由于已经收割到了 萎字地的中心 不仅芦苇的高度 比之前更高了 而且土壤中的水分 也明显增多 水里收割 无论对于人工 还是机器 都是很大附和的考验 程师傅他们的机器 该如何应对呢 有新颜的一台机器 你看看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看上次 豆倒是不一样的 对啊 这是倒出的 一个是隔岔 原来上次不这么高吧 现在隔岔这么高了 然后再就是隔完以后 到后边 原来都不散了吧 现在放出去嘴嘴了 实际应用效果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的 检验机器 实际效果的时候到了 程师傅也很担心 好在机器调整了角度 终于成功下地了 看着机器几秒钟 便能割到易捆芦苇 大伙着实感到有些惊讶 而且即使是泥泞的鲁尾地 也难以阻挡机器的威力 尽管机器运转顺利 但专业的师傅们 还是很谨慎 甚至有人直接下去现场检查 果然 事情还是没有期待的那么顺利 没过一会儿 就有人发现了问题 现在这个鲁尘还是有点高 鲁尘够了 对我用的这个长度就降低了 但是对我也是一个态度 这个鲁尘能够再矮一点 还高是吧 对 原来 如尾的根莖价值很高 人工收割时 都会特意叮嘱大伙 把鲁尘降到最低 同时也为了行走安全和来年好繁重 可在这之前 并没人跟程师傅提起过 无奈 只好先让人把机器开上来 正在他无所适从的时候 我们看到 赵师傅从工具车里 抬过来一个大家伙 一副不同规格的刀片 原来赵师傅想着 几百千米的路程 折返不太方便 他便多带了一把刀备用 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幸亏赵师傅考虑周全 大家忙活了半小时后 换刀成功了 好了 机器再次开向了鲁尾蒂 银食换的刀片 真能管用吗 机器似乎顺畅了许多 这台新机器终于得到了 工人师傅们的认可 但是老宋不仅关心 割鲁尾的质量 还特别在意 机器的效率究竟如何 没感谢 效率没感谢的话 我这边工人有二十多个 一边三部地 看从效率有同质量 咱来一个小心的比赛 看看效果怎么样 行行行 好 一声令下 人工队蜂拥上前 骑刷刷的直扑鲁尾蒂 丝毫不想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虽然此时鲁尾蒂里 不满迷腻 但机器还是很轻松 便进入了鲁尾蒂的中心 机器所到之处 那些曾经高大难对付的鲁尾 都乖乖躺到了收割机的后座 没过几分钟 机器已经把人工队 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当然 人工队的高手们 也不容小觑 这可都是有着 几十年割鲁尾经验的老手 手起刀落 几分钟便能扎一捆鲁尾 况且二十多人的团队 平日里抢收三亩地的庄稼 那是很轻松的事 看来这番比赛注定会十分激烈 加油啊 加油 二十分钟后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你觉得咱们能赢吗 我现在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话你说 那你加油啊 好 目前虽然是机器领先 但由于其宽幅有限 还要来回跑好几趟 才能全部割完 比赛进行四十分钟了 天色已晚 人工队最终还是落后了 先把他发售了 赶紧来加把劲啊 剩下最后一趟了 看着机器迅速返回 人工队都不由自主 停下手中的活 关注了起来 没想到机器队这么快 就全部干完了 大伙赶紧凑到机器旁 准备检查收割的质量 不仅芦苇茬得到了肯定 老宋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 在水里边在一块 还能搁上压的身 就是人工在水里边收割的 比较就从这个地方 在一块就全身放到水里 可能在那里 咱们多收了多少公分 多收了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有鲁根就是之前的一份 一寸草一寸几 对对对对 这生机旧这个意思 那整体来说这个结果 机器收割的效果 肯定是挺好的 很棒 对于陈广森而言 这场比赛的胜利 不仅证明了 自己在研发道路上的成绩 而且也实实在在地 解决了鲁尾收割难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